这是民进党当局执政六年后面临的最惨、最低迷的一个520纪念日。 岛内肆虐失控的疫情使得人们对民进党失去耐心和幻想, 对民进党当局执政不利的吐槽声音,一浪高过一浪。 距离5月20号这个蔡英文上台执政六周年的纪念日没几天了, 以往此时呢,岛内媒体都会盘点一下民进党的执政成绩单, 关注蔡英文会说些什么。 但今年,岛内肆虐失控的疫情夺去了人们的耐心和期盼, 剩下的只有对民进党执政不利的愤怒和声讨。 当前,岛内每日新冠确诊数都是几万起跳,死亡人数更是直线上升。 岛内民怨沸腾,有网络民调就显示, 台湾超八成民众对民进党当局不满意, 使得今年520这个纪念日成为岛内对民进党当局执政不利的集体吐槽日。 首先,在两岸关系上,民进党上台后频频与国外反华势力勾连, 斜扬自重,不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联系, 配合美国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。 民进党还不断打击限缩两岸交流, 推动两岸脱钩,种种反中仇中的操作, 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形势, 导致两岸关系陷入僵局, 两岸的对抗氛围升温。 其次,在国际上, 民进党当局挑衅破坏国际公认的一中原则, 谋求以国家名义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, 并通过所谓金援外交, 对所谓邦交国进行高额援助, 企图达到为台独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目的。 当然了,民进党当局的图谋在国际大事和中国大陆的反制下, 没有得逞,反而面临所谓邦交国血崩式断交浪潮。 在岛内施政成绩上, 民进党当局也出现一系列的重大弊端和失误, 从进口拦珠,缺水停电,火车事故, 台军一年内摔六架飞机, 到疫苗腐败,快筛季短缺,疫情大爆发等等, 民进党执政的弊端集中爆发, 导致民众已经对民进党当局失去最基本的信任。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13号举行520蔡当局施政总检讨民调发布会, 痛批蔡英文施政造成疫苗、供电、鸡蛋等时缺时乱。 此外,年金改革及司法改革、物价飞涨、薪资减少、 关闭中天新闻台等政策和乱象也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。 这是民进党当局执政六年后面临的最惨、最低迷的一个520纪念日。 近日有台湾媒体分析,排山倒海的民意压力使得蔡英文已经提前陷入了跛脚的危险。 2022县市选举民进党的情况也很危险。 民进党如果想要渡过这道坎儿,必须抛弃反中的意识形态, 切实把民生福祉放在首位, 否则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会把2300万台湾民众带向灾难的深渊, 也必会遭到民意的抛弃和反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